我是鲁新墨,今年26岁,我曾经爱过一个黑人男友达龙,今年29岁,我一直觉得他很帅气,身体也非常强壮,但如果你现在问我这段感情怎么样,我会告诉你,它不仅让我痛苦,还让我成为了网络上的笑笔,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事情得从两年前说起,那是个普通的假期,我决定去土耳其旅行,散散心,生活总是让我有种说不出的疲惫感,似乎一成不变的日子已经让我厌倦了,于是我收拾好行李,迫不及待的奔向机场,希望旅途能够让我暂时忘掉生活中的一切琐事。 然而,谁能想到,这次旅行竟然成为我之后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期间。 在回国的航班上,我遇到了达龙,他坐在我旁边,一上飞机我们就有了几次眼神交流,说实话,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好奇,毕竟这么高大,帅气的黑人男人,我平时很少见,他非常开朗,很快就主动跟我聊了起来, 但问题来了,我的英语水平那叫一个糟糕,平时跟老外打交道,都是靠手脚并用,更别提跟他这种母语英语的人聊天了,不过手机翻译APP可算是帮了大忙,我们俩靠着手机翻译互动对话,就这样居然聊了一路。 我还记得他告诉我,他是来中国旅游的,打算先去杭州,我当时一听,内心一阵激动,心想,这也太巧了吧,我不就是杭州人吗? 于是,我就留了他的联系方式,想说,如果他真的来杭州,我可以当一回地道的杭州导游,带他转转,说实话,那时候我心里并没太多的想法,纯粹就是觉得这是个挺有趣的经历。 大龙在杭州的前几天,跟着旅行团玩得挺开心,但之后他突然联系我,说,总是从旅行团调队了,想找我帮忙带他逛杭州,我闲着也是闲着,想着反正自己也不讨厌他,就答应了。 于是,我就成了他的私人向导,带着他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,我们去了西湖,去了林荫寺,甚至还带他长了长,杭州的小巷, 特色小吃,台板奖,那段时间我对他的感觉逐渐发生了变化,他幽默,阳光,而且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好奇,这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。 虽然我们的交流还是主要靠翻译软件,但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反而让我觉得有趣,每次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然而,走在杭州街头的时候,我渐渐意识到周围的目光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友好,很多人都会盯着我们看,有些人甚至会低声议论,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和不激,甚至有些人脸上的表情还带着一些。 我不是那种会在意别人眼光的人,但当这种目光一次次向我们投射过来的时候,我的内心还是有点不舒服,可达龙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些。 他依然兴高采烈地看着四周,像个初来乍到的游客一样,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热情,我也会告诉自己不要去理会别人的看法,只要我们开心就好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和达龙的关系越来越亲密,直到有一天,他大胆地对我表白了,我一开始有些犹豫,毕竟我们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, 我怕这样的感情最后会变得复杂,但心底里,我已经对他动了情,我知道自己很倔,既然感情来了,我也不会刻意去回避,于是我接受了他的表白,我们成了一对情侣。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,我带达龙去开房的那天,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,毕竟之前我们只是牵手,亲吻,算是比较正常的恋爱进程。 可到了那天,我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,说实话,我听说过不少关于黑人男友的传闻,尤其是在某方面的持久力,强壮度之类的,尽管这些话题大多都是玩笑话,但我内心深处确实对这些传闻有一些好奇。 那天晚上,达龙展现了他强壮的一面,那次经历简直让我大开眼界,真的是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,他不仅强壮,持久力还非常惊人。 以前我也交过男朋友,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见过一些世面了,可跟达龙在一起的那次,简直让我有种被彻底压倒的感觉。 他几乎能坚持一个小时,我整个人都快虚脱了,感觉自己像是被榨干了一样,结束之后,我整个人瘫在床上,动都无聊。 我承认,我对他的身体简直是崇拜了,这种强烈的感官刺激让我一时间忘却了所有的烦恼,仿佛整个世界都只有我们两个人。 我们那段时间过得很快乐,尽管我知道身边的人怎么看我俩都充满了好奇和怀疑,但我不在乎,我觉得爱就是爱,没什么可解释的。 然而事情总不会那么顺利,有些事情是我始料未及的。 我在达龙去见了一些朋友,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他。 我一直以为朋友们会站在我这边,理解我的选择,但很快,我就发现我的想法太天真了。 他们看达龙的眼神满是好奇,甚至带着些许不信任,一个闺蜜私下里问我为什么要找个黑人男朋友。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质疑,我努力解释达龙是多么好,他的性格多么开朗,他让我感到快乐,但似乎我的话并没有打消他们心里的疑虑。 他们不明说,却在用沉默表达着他们的看法。 达龙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些,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不满,反而是继续用他的幽默和友善打动我的朋友们。 我以为这些小摩擦不会对我们的感情产生太大的影响,但事实证明,我低估了外界的压力。 最糟糕的一天发生在我们去商场的那次,我们在商场楼底下热情的接吻,完全没有意识到周围人有在看我们。 可偏偏就有个路人悄悄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,原本只是一次无意的亲密行为。 谁想到,竟然成了导火索,那个视频被传到了网上,很快就火了,我的身份也被扒得出来。 各种议论纷纷而来,简直像是洪水猛兽一样把我淹没。 当晚我回到家,手机几乎被信息炸了,朋友的消息,家人的电话,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涌来。 有人直接攻击我,说我不知廉耻,有人指责我崇洋媚外。 还有些人拿达龙的肤色做文章,用一些非常难听的词语来形容它。 我的微信朋友圈,微博上全都是关于我和达龙的视频,截图和留言。 那个时候,我真的是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。 明明我们只是普通的情侣,却因为肤色的不同,被人们当成了另类。 甚至连我的家人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中。 妈妈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,一开始是责备,后来变成了哭诉。 她说,我给家族丢了脸,说我不该找个黑人男朋友。 我一边听着她的责骂,一边努力解释,试图让她理解我对达龙的感情。 但无论我怎么说,电话那头的她依旧无法接受。 更让我心碎的是,达龙也看到这些网上的言论,我知道她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。 她不会轻易地被外界的评论所左右,但这次我能感觉到,她的内心也开始动摇了。 她没有说什么,但她的眼神中多了一些复杂的情绪。 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固,能够抵挡外界的流言蜚语,但现实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。 没过几千,达龙对我说,她打算回美国了。 她没有多说理由,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工作和签证问题。 我知道,这不过她找的借口,真正的原因是她已经受过了那些无休止的指责和攻击。 她离开的时候,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。 我站在机场,看到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 心里仿佛被撕裂了一样,我想挽留她,想告诉她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些困难,但话到嘴边我却说不出口,因为我知道她已经做了决定。 那段时间,我的生活彻底崩溃了,我不仅失去了达龙,还失去了朋友的支持,甚至连家人都开始疏远我。 妈妈和爸爸为了这件事,跟我冷战了很久,他们觉得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,认为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,可是我不明白,我只是爱上了一个人,他的肤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? 他让我感到快乐,为什么就不被大家接受呢? 现在的我,渐渐恢复了平静,但心里依然留有伤痕,每当我想起达龙的时候,依然会感到一阵心痛。 那些在网上指责我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,但他们曾经带给我的伤害,依然深深刻在我的心里。 人们总是喜欢评判别人,却很少真正去理解别人。 我的朋友们也渐渐疏远了我,大家好像觉得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们认识的鲁西莫。 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,为什么我因为爱上一个不同肤色的人,就变成了他们眼中的一类。 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,能不能再遇到像达龙一样让我心动的人? 也许会,也许不会,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,这段感情让我成长了,也让我明白了社会对于不同的接受度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。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,但我依然感到孤独,依然感到无力。 我失去了很多,也许再也无法找回,我是鲁西莫。 26岁,我曾经爱过一个黑人男友,我们的爱情没有错,但我们输给了外界的偏见和压力。 摆住一个黑人男友,但我情感到良好误定的方法项目。 同钱,我们 CAN打 knight什么。